有一天老和尚与弟子在亭中谈话 看到沿下不远,有一位年轻比丘,仪表不俗,温文儒雅 带领着六七个在家女众弟子,向这边走上来 老和尚突然对身边的弟子说 那一位年轻法师,有一点危险 弟子们看不出什么道理来 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大家才知道 这位年轻法师到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后 竟然在日本还俗,就此不归了 女众业障较重 但会修的,就此身即可解脱 不要太爱惜身体 否则,贪念一来就散乱 无道心 要好好苦智修行 来世转男众生 沙咪出家,来做圣僧 佛也是人去做的 不会修 照样跺下去,做促圣 要誓愿做佛 女众对年轻的男众法师 应该恭敬 尊重 但如果去跟她说些东拉西扯的闲话 则我们会有过失 我们要庄庄严严地恭敬佛 法 僧 如看到认识 或不认识的法师 我们庄重地说 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则我们得到利益 而不可轻慢地认为 我们是女众 你是男众 不可以来禅我们 不是这样哦 我们恭敬法师 他如果本来是心元一马 把持不住 则因为我们的恭敬 他自己内心会惭愧 但不是惭愧给你看 这是无色相的 这样 男众法师 也会得到利益 身为女身 能出家 得欲善之事 又有安定的道场 应该赶到万幸才对 应该赶快修 改掉自己的脾气 改掉不好的念头 与观念 女众感情众 不要再来那些 爱情爱别离 喜欢两个女众 常在一起 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好 要分开 要远离一点 如果执着下去 就是邪了 男女众讲话 不能面对面 拿东西 不能直接接手 师父是有定力 否则 即使相距摆布 也嫌太近 你们现在的正念 都还不够十分之一 还很危险 要多注意 在男女众 在男女众到场 男女众 一定要分清楚 动物交配 有季节性 其他时间 则不会 而人的习气重 随时随地 都会发生 不要看它外表 丝丝纷纷纷的 女众 应当自爱 而男众 无事 不要到处逛 女众 要尽量避免 和男众交谈 我们是凡夫 男女众 应分清楚 保持距离 以免障道 男女众 要分清楚 即使活到一百岁 也是如此 除非已开悟 正果 有定力 否则 容易出毛病 在台湾还好 女众能出家 要不然 女众在社会上 只有堕落下去 来出家 再怎么没修 不杀生 来世呢 看能不能 转个人身 再来修行 女众出家 都不容易 何况 要到别处 掺学 所以 要参自己的 起心动念 贪 撑 吃 慢 疑 女众出家 女众出家 已献 大丈夫相 等于 半个男生 不可 常献 女态 否则 不但 习气未改 反而 令人 起心动念 更加造业 现代 男女众出家 散乱心较多 我们 道心 要坚固 不是拿佛教 去和社会比赛 办种种活动 僧俗 男女 夹杂不分 坏念头 一大堆 容易 退道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